《士堂傳》第九章 在者期間,蘇羅拼命恐嚇跟從主的人想要殺死他們。 於是他去大祭司那裡, 要求大祭司給大馬士甲的猶太會堂寫信, 懇請他們配合,准許他逮捕所有追隨者道的人。 無論男女,他都想把他們捆鎖起來,押回耶路撒冷。 蘇羅帶著這個任務,隨即抵達大馬士甲。 突然有一道光從天上射下來,四面照著他。 他仆倒在地上,聽見有聲音對他說, 蘇羅,蘇羅,你為什麼迫害我? 蘇羅問,主啊,你是誰? 那聲音回答,我就是你所迫害的耶穌。 起來,進城去,有人會告訴你要做什麼。 與蘇羅同行的人張口結舌地站著, 他們都聽見有人在說話,卻看不見任何人。 蘇羅從地上爬起來,可視他睜開眼睛,卻什麼也看不見了。 他力同伴就牽著他的手,領他進入大馬士甲。 一連三天,蘇羅雙目失明,不吃也不喝。 大馬士甲城裡有個信徒,名叫阿拉利亞。 主在異象中對他說,阿拉利亞。 他回答,主啊,我就是這女。 主對他說,起來往直階去, 到猶大家中找一個名叫蘇羅的大蘇人。 他正在向我討告。 我已經讓他在異象中看見一個名叫阿拉利亞的人進來, 在他身上按手,使他復名。 阿拉利亞高聲說,可視主啊,我聽很多人說, 這個人在耶路撒冷對信徒作料許多惡事, 現在祭司掌有授權給他,讓他捉拿所有呼求你名的人。 主格對他說,你去吧,蘇羅是我簡選的器名, 他要把我的信息傳給外族人和君王,也要傳給以色列人。 我會讓他知道,為了我的名,他要經受很多苦難。 阿拉利亞就去找蘇羅,按手在他身上,說, 蘇羅弟兄,在你來的路上向你顯現的那位主耶穌, 差我來使你重見光明,又叫你被聖靈充滿。 頓時,有鄰片刺的東西從蘇羅的眼睛上掉下來, 他的視力就恢復了。 於是他起來,受了針,吃過東西,就恢復了體力。 蘇羅跟大馬士甲的信徒在一起代料幾天, 隨即他到各會堂去傳講耶穌,說他確實是上帝的兒子。 聽到他說話的人都十分驚訝,問道, 從前在耶路撒冷殘害耶穌的追隨者的,不就是這個人嗎? 他來這裏不是為了捉拿,捆鎖他們到祭司長那裏去嗎? 蘇羅講道,越來越有能力,他證明耶穌就是基督。 大馬士甲的猶太人都無法反駁他。 過了一段時間,一些猶太人密謀要殺害蘇羅, 他們在城門口日夜監視,想找機會下手。 但這個陰謀卻傳到了蘇羅以中。 於是,另一些信徒在夜裡用一個大藍框把蘇羅從牆上的開口處除了下去。 蘇羅來到耶路撒冷,使徒與信徒交往,可是他們都怕他,不相信他真的成了信徒。 於是,巴拿巴帶他去見眾使徒。 及他們講述蘇羅在前往大馬士甲的路上怎麽遇見主,主怎麽對他說話。 他告訴大家,蘇羅曾在大馬士甲放膽奉耶穌的名傳道。 就這樣,蘇羅跟士徒在一起,和他們走遍耶路撒冷,奉主的名放膽傳道。 他跟那些講希臘話的猶太人辯論,可是他們卻想下手殺他。 信徒們聽說了這事,就把蘇羅帶到凱撒利亞,然後送他回家鄉大素去了。 這時,猶太、加利利、撒馬利亞的教會都得享平安,信徒過著敬畏主的生活,使教會越來越堅固,並且得到聖靈的鼓勵,人數就越來越多。 在這期間,彼得在各地奔走,他來到呂大城探望那裡的信徒,遇見一個名叫以利亞的人,這人已經癱瘓在床百年了。 彼得對他說,以利亞,耶穌基督自好你了,起你,捲起你的碎典白。 那人納赫就傳遇了。 所有住在呂大和沙倫的人看到以利亞四處行走,就都歸向了主。 在若伯有位信徒,名叫大彼大,希臘文為多加,為人洛善浩斯,就在哪個時候他病死了。 人們將他的遺體洗乾淨,放在角樓上,準備安坐。 但信徒聽說彼得就在附近的呂大,便派了兩個人前去懇求他,請盡快來。 彼得就跟他們一起去了,他日到那裡,他們便把他帶上角樓。 那裡擠滿了寡婦,他們哭著,要給他看大彼大為他們做的外衣和其他衣服。 但彼得把他們叫了出去,然後他跪下禍告。 他轉向大彼大的遺體說,大彼大,喜來白。 他便睜開眼睛,一看見彼得,他就助了起來。 彼得伸手扶起他,叫那些寡婦和信徒都進來,把他活活地交給他們。 消息很快傳遍傳承,許多人都信了主,彼得在約伯逗留了好些日子,住在一個名叫西門的疲障家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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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